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怎么太做 其实门诊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治疗方式 主要是针对分泌性中耳炎 或者是说中耳基业 长期这种中耳有基业 经过药物治疗 效果不好 的一种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 这个外耳道经过酒精和菊麻药物的浸泡 外耳道水分比较多 镜头稍微进去就蹭在这个 镜头上都不清楚 所以刚开始把镜头处理好 其实骨膜啊 咱们大部分的骨膜是比较透亮的 一旦里边有液体 通过耳裂镜下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 然后我们这个穿刺针啊 进去以后啊 就抽出来啊 这次呢 穿刺分了两步 第一步呢 先用注射器啊 抽了一部分的肌液出来 因为这个人之前有外伤 嗯 当时我们第一个接诊的医生有点不太放心 怕他是外伤以后导致的这个脑积液的耳漏 说准备抽一部分送去我们检科去查一下啊 但实际上这个针扎进去以后啊 再出来的时候 看那个液体的形状啊 就已经基本上可以考虑这是我们 比较常见的分病中耳炎导致的一个中耳的基液 然后这会儿呢 就已经后边把注射器换掉了 换成我们接到我们的负压吸引器上了啊 我这个穿刺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嗯 负压吸引器接过来以后啊 能够持续的往外抽 这个抽出来液体相当多 我们的中耳的骨矢其实容量很有限啊 一般一般不会超过一毫升 但是啊 这个人之前是经过CT的证实 他的重骨矢后方啊 这个乳突的气房大量都是液体的填充 所以说会感觉到源源不断的从右上方有个区域再往这儿涌 嗯 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间 我这几年不太愿意做这个骨膜穿刺的一个原因啊 因为单纯穿刺的话能够解 首先这个液体肯定你是抽不干净 即便是我现在后方接了负压的这种情况也很难抽干净 因为有一些区域它这个液体是流不到这个针尖的附近的啊 第二个呢 这个穿刺的针眼愈合太快啊 一般正常情况下啊 两三天 都快的两三天啊 短长的也 一般不会超过一周 这个穿刺的针眼就愈合了 愈合以后 你原先的问题解决不了啊 这个换了一个大号的这个伏压信息啊 怼到这个眼上继续往外多抽一点 但这个有点疼啊 它有点接受不了了 那只能是大概抽到一个什么程度就 啊 还行啊 枯石里的基本上就抽空了 其实很多一部分就是从 这个乳突汽房里流的液体啊 刚才说这个为什么最近不太做这个拱膜穿刺了 因为它形成基液的原因啊 很多啊 有些是原发的这个烟雾管工不好啊 有一些是这个 呃 笔豆岩啊 鼻腔的鼻炎部的一些炎症 甚至有的时候是鼻炎部的站位啊 单纯做穿刺的话 这个眼很快就愈合了 而这个烟雾管功能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这个基液有很多就大部分都再次出现 所以我的习惯是保守一段时间 如果基也不退啊 直接做鞏模制管 路数跟刚才那个差不多啊 打一个洞 然后插一个通风管 把这个 让这个基液顺着通风管啊 持续的排 因为插着管的话 它这个管能保留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几个月 那个针眼愈合太快啊 刚才大家可能觉得鼻膜上扎个针眼很可怕 其实这就跟我们抽血啊 这个输液打点击这个区别不大 好 啰啰巴索讲了一些这个骨膜穿刺的事儿 那个针眼扎完以后啊 对 顺便再补充一个这个针眼区域啊 没有预合之前 外耳道保持干燥 尽量不要进水就可以了 现在是一个中二胆脂瘤手术以后一个清理 在别的地方做的一个开放式的手术 外耳道后臂的一个切除 定期的清理 中二里的这种肝夹的这种组织 这种操作一定要格外的谨慎了 因为他之前不是说过吗 有一次有个病例在清理加皮的时候出血了 因为他很多区域是经过手术以后 结构全都乱了 有些地方可能会跟一些大的血管贴的比较紧 动作稍微一大一点以后 有可能会 有可能 只是说有可能 不是说所有的病例 他有可能会出现致死性的这种出血 这个没开玩笑 中二做完手术以后 附近有一些大的血管整个就暴露出来了 不像原先 最早你不做手术 简单的像正常的外耳道 你怎么弄出一点血 无非就外耳道的那点皮肤那点出血 那很快就能止住啊 像这种中耳手术啊 我也提醒好多看视频的有一些其他的人啊 我就不说是谁了 大家心里有数啊 你们最好不要随便乱动这种手术以后的耳术 有地方稍微弄不好 那可能当场人就撂在你跟前 你是收不了场的啊 不是医生的话 不要随便乱动人的耳术 这个手术整体做的还不错啊 外耳道的区域后币切除以后 这种就是上早专门提过啊 关于这个中耳单指瘤手术的一些事 它是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中耳单指瘤啊 做的这种开放式手术的技术 优点就是单指瘤清除的比较彻底啊 原先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相当于把一个肿瘤的老窝都给端了 整个这老巢啊全部干掉 然后暴露在外边啊 长在这儿 所以这个至于后期还有没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就很低了 只要你这个开的足够好 当然有些地方你边边角角的骨头没打开啊 还有你存在一些枪洗的是另外一回事 但凡是你开的足够好 这种一般来讲不存在复发的这种概率了 你窝都给端掉了 中耳单指瘤手术以后的清理过程 像这种病例需要每年的定期清理 这个位置得格外小心了 上方是靠近这个硬脑膜啊 脑膜有受灵径的血管 包括后下方靠近的乙装痘 有些地方都是雷区啊 不能随便的碰 最后是一个简单的啊 叮咛的清理 这个对自己平时啊老挨鼓到耳朵 然后有一次鼓到完突然觉得有东西哗乱哗哗响啊 有个叮咛块被棉签给推到了鼓膜的附近啊 然后导致了这个脑头部在移动的时候啊 这个玩不停的撞击这个鼓膜啊 有点这个是谁是咱们那个歌词里唱的是谁在敲打你的窗啊 这类类似的 其实医生处理很简单啊 一下吸数就完了 这个到这个位置自己已经不可能清理了 胆大的拿水冲有可能能行 但是你这个玩意儿 你在不确定鼓膜是否完整情况下 盲目冲洗也不太安全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结束啊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